你好我是劉奶爸 最近在網路上呢 因為在賣懶人包的課程 網路行銷懶人包的課程 所以陸陸續續還是接到很多朋友在問說 我可不可以在上完課之後 就可以趕快賺到錢 那我可以多久之前就可以把這個課學好 其實這些問題喔 我為了回答這些問題 我就去找了一篇我以前收集到的 我以前收集到的網路的文章 那我覺得這個文章能夠解答你的問題 那而且也可以解答很多人生的問題 所以我想要分享給大家 那很抱歉我真的忘記 這篇文章是從哪邊它的出處是哪裡來的齁 我只能把它當作是網路書在來分享 那這個主題就是控制自己的生活 找到自己的時間 人只要能夠控制自己的生活 就總能找到時間 這句話像一個響亮的耳光 羞辱著所有被時間追在的現代人 我太忙了我沒有辦法 每一個說出這句話的人 都是在宣布自己喪失了對時間的主權 難道還有比這更可怕的事嗎? 正如我們的肉體是由水、蛋白質、肌肉、骨骼等物質組成的 我們的生命則是由單向度的時間組成的 當一個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胳背和腿的時候 你會向他頭緒同情的目光 卻不會憐憫自己那因為失控而癱瘓壞死的時間 你有沒有想過 你可能是時間的奴隸 他用一根一米長的鐵鏈拴住你 而你想做的一百件事情 就全部躲在十米之外的地方 你好像永遠也抓不到 你以為你再過五年 再過十年就抓到了 但真相很可能是一直到老死 你都沒抓到過 因為你不是時間的主人 這個星球上 彷彿人人都有一份夢想清單 所謂夢想 就像是那十米之外的東西 人們寄予著它 卻又不砸開那一米的鐵鏈條 有人說 我從下個禮拜起就要開始健身了 有人說 等我賺夠了錢 我就要多陪陪家人 可是 永遠永遠不要聽人們口頭上的清單 不要以為他們一直念念叨叨的 就是對他們最重要的 因為 構成一個人的實質 絕對是他的時間 而不是他的語言 當他選擇了如何填充他的時間 他就是選擇了如何填充他的生命 許多人都對家人和子女說過這樣的話 我辛辛苦苦賺錢 還不是為了你們嗎? 這句話就是個十足的謊言 因為 你一定會看到這樣的人 寧可把時間花在打牌 喝酒聚會玩遊戲這些事 也不會去陪伴他的家人 時間的重要屬性就是不可逆和排他性 當你選擇了做A 就勢必不能選擇做B 如果 一件事情或一個身份 對一個人特別重要 那麼他一定會在時間的有限疆域裡 畫出一個不可侵犯的地盤 誓死捍衛不容鬆動 在這個地盤之外再去規劃別的 世間的角色並沒有高低好壞之分 你的時間就是你的角色 賈伯斯和宮崎駿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了工作上 他們就是認同個人成就高於家庭價值的人 你把所有的空閒時間都花在了吃喝玩樂而不是學習上 那麼你就是一個即時行樂或得過且過的人 就別指望自己突然發混圖牆 也別制定那些根本不會去實施的計劃了 許多上班族的朋友天天染著辭職 創業卻沒有任何的動靜 是因為他們就是最適合做上班族工作的人啊 你從來抽不出時間運動 是因為你根本就是個體質靜態又不在乎健康的人 我們花掉的每一分鐘都是由我們的本質和信仰去做基礎的 春上春樹和史蒂芬金在出名之前 都是用下班後睡覺前的那幾個小時來寫作 他們不用說時間可為他們證明 他們是誰什麼對他們重要 許多朋友在網路上問我 來吧請問我多久可以學會 來吧請問我多久可以賺到錢 其實答案早已在你自己的心中 如果你不肯下定決心改變 一年後的你和現在並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如果你肯下定決心 所有的改變只需要一瞬間 這個一瞬間指的就是你的念頭 你的念頭只要在一瞬間改變 你的人生馬上改變 我希望你可以再重複的去看這個影片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